这些年 你是否有想过我 第二一龄 从去年年底以来 我一直过得很顺利 除了一步一步搭成 自己计划中的改造工程之外 最幸运的事情 莫过于认识了你 和你相处的时光 让我很珍惜 一起兜风 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到半夜 一起看电影 跟你一起的心情 是一种淡淡的幸福 在你的生命中 我不是你眼中高贵 勇猛光鲜亮丽的白马王子 我却是一匹 为梦想而奔驰的黑马 有潜力 不断向前的黑马 经得起时间考验黑马 希望未来 有幸能背负着你 一同向梦想飞驰 像我自己就很喜欢看电影 那我跟我太太的相处 我们也是会一起约去看电影 就是当做小小的约会这样子 蛮珍惜跟他一起看电影的时间 不管电影带给我们是什么感觉 我们看完电影之后 常常会一起讨论 作为一个观众 对我来说 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其实是一种默契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 每个人有每个人过生活的态度 大家都会慢慢地找到一个 彼此舒服的方式